我国昨天晚上也发生了一宗乡状意外 造成了一死四伤 而涉及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四轮驱动车 还有一辆普通私家车 这起车祸是发生在彭亨真卡 时间是晚上7点19分左右 当校正人员抵达现场之后 发现是一辆30四轮驱动车和丰田汽车的乡状意外 猛烈的撞击力导致丰田车的司机当场被夹死在车内 至于四轮驱动车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则受伤 已经送往真卡医院接受治疗